另外2023加州华裔妈妈风采大赛决赛 于日前在南加州呈现圆满落幕 总决赛吸引了700多位观众观赛 2023加州华裔妈妈风采大赛历时4个月 从海选到集训再到决赛 为加州的华裔妈妈们提供了一个展示风采的舞台 引发众多关注 本次大赛由北美儿童摄影集团主办 生仙快配送企业Just Go冠名 美国著名奢侈品百货公司Bloomingdale全程赞助 这也是拥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 Bloomingdale第一次大规模赞助华裔的活动 大赛选出的Bloomingdale华裔代言人 也将在赛后参加Bloomingdale的合作活动 Vivian Luo作为大赛主席 也是主办方北美儿童影视集团CEO 在城县做了三年的公益 成功举办了几十场高规格的活动和晚会 这次举办大赛活动 是希望给身边优秀的华裔妈妈 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舞台 这是Bloomingdale这个百年的奢侈品百货 第一次赞助大型的华裔活动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让我们的华裔 在美国得到更多美国主流的关注 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华裔妈妈们 有舞台去展示她们的风采 去讲述她们的故事 大赛集训阶段 众多国际大牌纷纷加持 Gucci的彩妆课 顶级珠宝Gorhan的珠宝鉴赏 以及国际美食专家的健康饮食课程等等 还有超模走秀课程和演讲课程等 最终35位妈妈登上决赛舞台 为什么要冠这一次名呢 那我们是支持我们的华裔妈妈 威威这次的大赛呢 主要是支持我们的华裔妈妈 能够说出你的故事 影响更多的人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那在新年来临之际 华裔妈妈大赛 为我们的妈妈们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演出 给大家献一份大礼 本届加州华裔妈妈风采大赛 冠亚季军分别为 Amy Wu Quinnan Chui和Piper Hu 著名演员徐璐 导演江凯阳 为Amy颁发 加州华裔妈妈风采大赛 形象大使奖项 Jesco形象大使 由JescoCEO Anna Wang 颁发给 嘉文孙 凤凰卫视田野耳湾报道